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談賈寶玉的這個個案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分析一下 我們延續上一週所談 那麼有被渡者還有這個渡人者 他們都已經就位 都已經在列的時候 那麼這樣的接下來最重要的過程 就是這個渡人者與被渡者之間 所展開的這個起悟過程 但是這個起悟過程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往往會出現的一些重要的 這個象徵是什麼呢 來先請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那麼有學者曾經藉由西方的這個 宗教神話學者也就是那個愛麗雅德 或者是伊利亞德這個是翻譯的不同 沒有關係 總之呢 他們都提出一個所謂起悟的這個理論 那這個起悟呢 我們以後還有一些補充 但是請各位先注意一下 凡事跟你的這一個領悟 跟你的啟發跟人生中呢 一些跳躍性的成長的這些經驗 你會發現啦 在這個儀式的開展過程中呢 往往都會有死亡與再生的 這些象徵符號的出現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死亡是再生之前的一個必要經歷 那麼唯有通過死亡的階段 也才可以獲得新的生命 那麼進入到生存的另一個境界 那麼換言之就是使得被祈禱者 在一個更高的生命模式裡面重生 那麼就此而言呢 人其實就在起悟當中不斷地成長 那麼同時領略那麼更高的智慧 以及一種更完善 也更超越的一種生存模式 那麼這個就請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所謂死亡與再生 它往往是以一種象徵的形態出現 那死亡某個意義來講就是說 舊有的我死去 但是新的我誕生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當然不是只有一次 而且要注意 帶領這一個被起悟者 能夠有重生的這個機會的 這些渡人者或者是一個祈禱者 老實說也並不是只有單一的角色 就能夠全盤擔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即使在我們傳統的這個杜托劇裡面 也看過這樣的例子 也就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馬志遠在他的那一部雜劇 就是寒郭道醒悟黃梁夢 那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個雜劇名稱就很清楚的知道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杜托劇 那麼杜托人生不過是黃梁一夢 然後你要從中醒悟 然後呢要這個捨離這個人世的污秽短暫 那麼迷幻而進入到一個沉浸空明 然後呢充滿智慧的世界 那就在這部劇當中呢 起悟導師就是鍾離拳 那滿有意思的 他就化身了 他一共有四次的化身 那分別呢化身為像高太衛啊 院工啊 僑夫啊或邦老等等不同的身份 然後呢都是在對這一個男主角 進行杜托的一個行動 所以呢各位就要注意了 原來《紅樓夢》也是如此 那麼一生一道固然這個始終如一 但是呢擔任起悟導師的角色 絕不僅限於他們 那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 在我們傳統杜托劇當中啊 他們的那個寫作重心往往是片面 來強化杜忍者的一個巨大的主導力 所以他們呢往往是比較忽略 被杜者的一個內在心理 可是呢《紅樓夢》對於他的一個超越 就在於說呢他把敘事的重點 放在被起悟者內心當中的 那個非常細緻非常複雜 而且呢也非常充滿了 靈光乍現的那一種心理反應上 所以呢他比較不是在那個起悟者的 那個一個巨大的一種這個改造 人們的那一種超凡脫俗的能力上 這個是我覺得《紅樓夢》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跟超越 那所以呢他把起悟的重心 都是放在賈寶玉的意識上 那這個就是《紅樓夢》 我想這個是最有意義的一點 那麼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做的一個完整的說明 就是說假設我們如果透過西方理論的 互相映照就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個元代的這個杜托模式一路下來 那事實上呢在《紅樓夢》當中結晶出 可以說是最複雜也最深刻的 這樣的一個起悟主題 那麼這個起悟主題如果我們用西方呢 深造有德的相關理論來加於產發 能夠呢使我們更深刻的掌握到 其中所能硬蘊含的普遍性的 本質性的有關於每一個人的成長的那個課題 我們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請看講義 我們這邊呢就給各位分享一下 這個Marcus的一個重要的理論 他就是在某一篇文章就叫做 什麼叫做起悟故事 好 這樣的一篇文章當中 那麼提供給我們呢對於所謂的起悟 那這個呢也包含在我們杜托劇的某一種精神裡 所以我們藉由他的這個理論來認識一下 《紅樓夢》呢可以說超越文化 超越國度那麼所帶來的一種 對於人性掌握的普遍意義上 那這個Marcus就是說 所有的起悟故事所要表現的 可以說就是故事中年輕主角所經歷過的 那麼無論他是對於自我世界認識的重大轉變 還是性格上的轉變 那麼或者是兩者兼有 那麼這就是起悟故事的重點 就是說起悟就是要帶領這個被起悟者 他要對這個世界有一個重新的認識 那麼還有他個性上也會跟著蛻變 或者是兩者兼聚 這就是所有起悟故事的重心 那當然這些轉變都不是暫時性的 而是那麼他會指示或引導 這位主角邁向成人世界 所以請各位注意 邁向成人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成長的方向 那麼我們的成長基本上不是頑固的抗拒長大 相反的我們是要突破幼年那麼那個非常單一的這個心靈 而能夠更擴大到了解這個世界的全面性與豐富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麼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對應到賈寶玉的成長歷程 你會發現簡直都符合這些對於起悟故事的這個描述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一步一步按照這個賈寶玉的這個起悟經歷 依序來看到他如何的那麼對這個世界呢 那麼重新加以認識 同時也改變自己的某些價值觀 同時也看到他整個人生 最後是通往一個怎樣的一個成人世界去 那麼首先第一個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想這中間也許隱含著一個道理 就是說人類的心智成熟是比較晚熟的 那麼他的心智成熟會晚於他身體的成熟 所以當這個人物他在進行成長的過程當中 身體的成熟其實是最快出現的 那麼於是我們就看到賈寶玉的起悟經歷的第一步 就是所謂的性啟蒙 那這個性啟蒙當然標示著這個生理的成熟 但是只有這樣的意義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要請各位來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賈寶玉某個意義來講 也可以是幾乎是所有人大多數共同的經歷 就是在所謂的性成熟上面會是最開始出現的 那麼我們同時還要再來看對賈寶玉這個個案而言 那麼他身為公侯富貴之家的一個繼承人 那麼為什麼性成熟也是首先被提出來 也首先被認證的一點 那這中間當然我們都可以一步一步 那麼來加以這個分析 所以首先請各位翻到第五回 這個第五回 那麼我想要先提醒大家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性啟蒙的前奏或者是他的前提 其實是很清楚被設定的 那麼請各位來看一下 事實上這些我們都讀過啦 那當他神遊太虛幻境遭遇了一段的過程之後 那麼景患有特別補述 為什麼他特別引導寶玉來到這個太虛幻境 然後去參悟那些他目前其實完全沒有辦法駕馭的天機 那這個是在第89頁 所以我們再提醒大家一次 那麼不要忘記寶玉的這一趟夢中的旅程 事實上是寧容二宮的主托 然後藉由景患的那一種超越能力來加以度化 當然這一次雖然在精神層次上面是失敗的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 整個夢境是由姦美所引導的 那個所謂的雲與情來收結 而且雲與情收結之後回到現實人間 又透過習人來加以具體化 那這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設計 所以我們請各位看一下這個講義的部分 我們提醒大家這一場夢境 跟這個所謂的姓啟蒙 其實是有非常嚴肅的宗旨 所以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 它是出於這個寧容二宮所安排的 而且它跟整個家業的程序 可以說是密切相關 所以它是有嚴肅的宗旨在裡面的 那麼就此而言這實在太奇怪了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榮寧二宮的那番話裡面 有說我們所遺的這些子孫裡面 是不是只有寶玉略可望成 所以我們要抓住這個唯一 可以讓這個家族傳承的機會 所以我要讓它醒悟過來 然後可以承擔我們這個家族的命運 那當然那為什麼它的主托 是這麼的曲折離奇 請各位來看一下 就在寧容二宮的這段話裡面 有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我曾經做過很長久的一般讀者 老實說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歷程 就在這個八十九頁有特別提到說 請看一下中間的部分 那麼這個寧容二宮之魂說 恐怕這個寶玉無人歸以入政 所以幸好仙姑偶來 請注意喔 請注意喔 這不是景患的決策 這是出自於寧容二宮的一個安排 他說萬望先以情欲生澀 等是景其吃完 然後或能使筆跳出迷人圈子 然後入於正路 所以景患是受到這樣的詛托 所以接下來呢 才有一個請看格一航 他說呢 那麼引筆再至此處 令其再利引賺聲色之患 或即將來一物亦未可知也 好 所以各位你們都可以發現 一件事情就是說 用這麼奇怪的方法 能不能真正讓寶玉醒悟過來 而歸引入政 大家的口吻是不是都稍微打上引號 有沒有 打上問號 用個或字就是表示說 這恐怕不是百分之百 絕對有效的方式 因為這個曲折離奇 很容易在我們所謂漢富的 勸擺奉一的模式之下呢 反而讓人迷途更遠 對吧 你用聲色引賺這一種感官刺激 要來引導一個人這個解脫 老實說這實在是有一點火上加油的那種味道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說 不管是寧龍二宮或者是景患 他們都事實上並沒有認定 這樣的方法是百分之百有效 所以他們基本上都用個貨字來說明一下 他說這個可能是一個辦法 但是呢不能確保他能夠完全有效 那這一種做法呢 我們在古代漢富的寫作方法上面 已經展現出來過了 就是所謂的勸擺奉一 因為你用所謂的聲色引賺這種感官刺激 想要讓人從中解脫 老實說要不是真的很有慧根 或有足夠的某些契機 人們可能會越陷越深 反而迷途更遠 所以他們在寄望的是 最後的這個奉一能夠發揮作用 就是說讓一個人在這樣的一個 無限的慾望擴張跟絕對的沉迷當中呢 你領略到其中不過如此 那這個當然說實在的 並不是百分之百能夠保證的 所以他們加個貨字 我覺得心中也有無限忐忑啦 好啦 可是我們現在就要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那為什麼你要用這麼奇怪的方式 老實說迷途更遠的機率是不是更高 對不對 那因此我們就要來做一些 我們就來做一些解釋 看看這中間是不是還是有一些 我們沒有想到的一些意義在裡面 所以首先我們就要請各位注意一下 基本上他的這樣的一個起悟的模式 除了回應傳統漢富的勸擺奉一式的 這個結構之外呢 老實說在明清的這些所謂的悟道故事裡面 也往往採用的一種手法 我們可以藉由所謂學者所研究成果說 你會發現這種結構 事實上也是明清的悟道小說常常採用的 叫做空結情色 就是說在這個情色的經歷之後呢 最後以空作為他的總結 那也就是類似的模式 然後還有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這某個意義來講呢 也其中所隱含的一個邏輯就是呢 倒欲增悲 就是說讓你的慾望無限擴張 然後引導到一個一般人容易洩密的那個方向 但是走到極致 你赫然會發現其中其實是無限荒涼 所以在增悲的情況底下 領悟到人世的空患 如果連這樣子可以讓人迷途更遠的慾望 都不能夠讓你再更往前一步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真正的豁然開悟 我覺得他的這個手法 老實說真的是風險很高 但是假如一旦能夠落實 他的效果就會非常的徹底 因為你就已經變成金剛不壞之身 知道嗎 因為這麼多的慾望也不過如此而已 從此之後那就真的可以解脫掉他的那個魔咒 而終於能夠完全做自己心靈的主人 那這個基本上是明清 像其實金瓶梅也是採用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 那讓你看到原來慾望的擴張 到最後的荒涼是如此之可怕 然後讓讀者由衷在這樣一個倒獄過程當中 那麼增添了一種終極幻滅的悲哀 然後你就可以從中解脫 那這個說來簡單 但是這個過程也很複雜 那我們就不用多說 總之我只是希望你們了解一下就是說 那麼出自於這個創建家業者的祖宗的一番苦心 顯然這個所謂的聲色跟隱傳之幻的 一種這個杜脫的一個過程 事實上一定有很嚴肅的意涵在裡面 他絕對不是一種這個一種廉價的 為了要刺激蕭露的讓讀者也看到其中 聲色展演的那一種吸引力 而因此故作姿態寫進來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當然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們再透過一些西方對於這種起悟故事 所蕴含著深刻意韻所進行的一些理論的剖析 我們也許可以作為參照 所以就在我們的講義的第二點 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某個意義來講 你能夠領略到所謂的這個云語的這個過程 那麼你歷經了所謂的性的啟蒙儀式 事實上他我個人認為某個意義來講 他就等於確立了寶玉具有傳宗接代的能力 那麼因此也就能夠讓他那麼具有一種 這個繼承人的資格就完全被這個承認 怎麼說呢 我自己也是在很多年很多年的 這一種疑惑之中才發現這一點 因為我們做學生時代 不是就很喜歡看那個Romance對不對 由於西方的啦或者是什麼 西方的就寫了很多 可是常常有一個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那麼因為既然是Romance 他要有一點傳奇性質嘛 那往往就是什麼麻雀就變成鳳凰啦等等啦 但是既要變鳳凰儀 當然就是要階級往上流動嘛對不對 所以常常就是被某個公爵看上了 從此就這個幸福快樂的過日子 就滿足讀者的那種缺憾的心靈 可是就在他們寫這些 我覺得都已經是千篇一律的 那個模式的過程中 就會發現很奇怪 他們不自覺或者是自覺的 就流露出那些公爵們在尋覓繼承人 或者是在挑選妻子的那些很微妙的心靈 然後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對這些公爵啊 或者這些貴族的上流階層人而言 選一個妻子是那麼的重要 然後有沒有繼承人 那簡直是他們挑妻子的首要的一個考慮 就是說我選這個妻子不只是門當戶隊 我首先要考慮的是說他能不能幫我生出繼承人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這些人都很父權 都很這個大男人主義 都很什麼封建傳統 那時候就用這麼非常簡單的抨擊 就把這樣的一個問題就帶過去 可是這中間一定有一些東西 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很輕易的就用某一些否定 來把它推翻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 尤其在透過《紅樓夢》的一個反覆思考 我才真正感受到說原來我們真的不是貴族 我們不知道說對於貴族來講 他的家業傳承某個意義來講 是超越所有家庭成員之上的優先考慮 因為那是你無法想像的一個龐大的資產 包括他們的文化資本 包括他們的經濟資本 包括他們所有的這個家族的集體記憶 這個東西能不能傳下去 是他們最重要要考慮的 所以有沒有繼承人是他們的最先 這個考慮不管是取親 或者是各方面的一個優先順序 所以就在這樣的一個思考底下 我感受到原來一個繼承人 他不只是說他要有能力要有志氣 他還要能夠再生出下一代的繼承人 否則到他身上這個家族還是會斷掉 所以我想啊 就在這個所謂的性啟蒙的這個經歷當中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要讓寶玉凸顯 他事實上是有作為繼承人的資格 因為他能夠讓這個家業 在下一代繼續傳下去 那這個當然非常重要啊 你們要注意喔 尤其是貴族世家 他們有多深處的小孩 不見得都是可以很健康的對不對 那所以就此而言這個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從家族傳承的考慮在這個角度 然後呢那麼來認證寶玉 其實是可以擔任家族繼承人的 這個功能的 我想這是第一點最簡單的 但是呢並不只是這麼簡單 我們透過學者的研究 我們發現在通過了性啟蒙之後呢 一個人他事實上在這個某個定義底下 他就會成為成人 那有些對於所謂兒童跟成人的一個界定 就是在於他有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嘛 那如果就此而言呢 那麼事實上寶玉在這個定義上 他也進一步變成了父親 因為他事實上就是有資格去生育下一代的 那麼成為父親究竟帶有什麼意義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事實上父親的這個權利 從學者的一個相關理論 我們可以看到成為父親 在現實的意義上來講 他就是可以擁有財富、權利、名譽和女人 所以如果從這個定義來講呢 那父親的權利對賈寶玉來講就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用那個門德爾的一個看法所指出 你看 因為父親的權利範圍 那麼有很多的層次可以來談 可是如果從文學層次來講呢 很簡單 作為一個血肉之軀的父親 他就可以擁有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財富、權利、名譽和女人 那麼因此就寶玉身上而言 他通過了性啟蒙之後呢 他也就可以擁有所謂的財富、權利和女人 那麼當然在寶玉身上 他的擁有女人絕對不是皮膚濫淫式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以另外一種形式 來體現出父親的權利 那就是什麼呢 首先可以看到在這個啟蒙儀式之後 寶玉雖然還是個少年 但是他卻給一群少女圍繞著對不對 這某個義來講也就是擁有溫柔香 他是溫柔香之主 那這個就必須成為父親之後才能夠擁有這個權利 然後呢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他所謂的父親喔 果然也在小說當中獲得印證喔 還記不記得有誰認他做這個乾 應該叫什麼認他做父親 那誰就是他的乾兒子 就是賈雲有沒有 那賈雲雖然年紀跟他 實際上恐怕比他還大個幾歲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這其中都展演出所謂父親的權利 那麼所以接下來寶玉要進駐大觀園 那寶玉呢他是大觀園的主人 這毫無疑問從小從小他的心願就是擔任什麼 他給自己一個外號叫做什麼 是不是叫降動花燭有沒有 那降動一定就是女兒國的意思啦 尤其用個花字那更明顯 你看喔他是要做這些女兒們的主人 那當然這個主人不是為了要載制他們 要來控制他們甚至剝削他們 當然不是他是要來護衛他們 然後來聯繫他們來保護他們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主字還是很清楚的展現出來 他擁有某一種權利 沒有權利的人是保護不了別人的啦 所以這些所謂的父親的權利 在寶玉身上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去展現 所以就此而言我們可以發現說 這個性啟蒙原來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理解 所以被視為大官員的主人的保育 他在擔任這個主人的職位之前 他就要經過一個性的啟蒙儀式 那這個是學者的一個研究 我們覺得很有價值 可以讓我們更體會 為什麼雲雨的這個兼美的這一場 性啟蒙儀式是這麼的重要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第三項就是說 這是一個比較是本質性的 比較是普世性的一個對於性啟蒙的認識 就是說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那學者們 這是西方學者們的研究 就是對西方來講 那麼人類由懵懂無知 進入到具有知識 能夠認識這個世界 而因此有道德觀有倫理觀 有各式各樣的認知之前 那麼事實上就是經過一個所謂的 類似的一個遭遇 那麼這個遭遇可以推塑到 人類祖先亞當跟夏娃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當然非常的複雜 西方的學者研究很多 所以聖經在西方 那簡直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思想的寶庫 那麼其中隱含的重大主題就包括幾個 第一個就是原始仆真的消逝 因為你就有了辨別力 辨別就是懂得是非善惡 而這就沒有所謂的那一種混沌無明 然後無人無我無物無他 等等的這樣分別新的那一種 原始仆真的狀態 那麼另外還有一點非常有趣 亞當跟夏娃的故事 也隱含了一個重大主題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人類會有死亡 那這個我們以後可以再說 那麼另外還有第三個重大主題 就是什麼呢 人類為什麼會開始追尋知識 人類對於知識的一個認識從何而起 那麼就是在亞當跟夏娃的故事當中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人類首次對知識 開始有了有意識的一種體驗 就是那個知識的果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總而言之就在這個故事裡 我們發現這些重大主題都與性密切相關 所以這中間不斷地衍生出來 我們開始認識到原來 這其中並不是那麼純粹一個慾望的滿足而已 而還帶來很多很多對於人類 某些成長議題的一個深刻的認識 好 於是我們就注意到 匈牙利有一位心理分析人類學家 那麼他就提到一個說法 我覺得可以讓我們好好參考 他說尤其在神話當中 神話他基本上是對於人類某些處境 某些遭遇的一種本質性的解釋 那這個本質性的解釋 往往是用一種象徵的手法來展開 所以看起來有一點怪誕 有一點這個一種虛幻 但是實際上你只要破解表面的那個荒誕 你可以掌握到他內在的某一種 像真理般的智慧 所以他說在神話當中 性成熟被視為一種剝奪了人類幸福的不幸 所以他常常被用來解釋程式中 為何會有死亡 所以這實在太有趣的一件事情 原來亞當跟夏娃是不是住在伊甸園裡 那裡充滿了原始的仆真 那裡充滿了幸福洋溢 永恆啦 完美無缺啦 然後沒有計較 沒有利害沒有陷害沒有等等之類的 但是等到我們開始有了智慧之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 我們被驅逐出樂園 我們要進入到短暫的無償的充滿痛苦的 有戰爭有死亡有勞苦的這樣的一個世界裡 最終我們還要面對死亡 所以把這樣的一個過程聯繫起來 他們發現神話啦宗教啦 某個一來講就把這個所謂的性成熟 就界定人要從一個原始仆真的幸福童年 也就是一個樂園的體現 你就要被逐出 然後進入到一個充滿的責任 然後有很多的痛苦災難的一個成人世界 那當然既然成人 我們就要面對很多的壓力 甚至我們面對很多的剝奪跟死亡 好 那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想我們要給各位再做一些補充 那麼就此而言呢 這恰恰可以解釋說紅樓夢裡面也非常有趣 不只是在賈寶玉身上可以看到 你會發現整個紅樓夢裡面呢 情慾跟死亡是都是被結合為一的 那麼最極端最凸顯的例子 來請各位看一下第88頁 就是這個太虛幻境裡面的人物判死裡面 我們有跟各位提醒過 尤其是情可卿的這個判詞 有沒有發現他說情天情海 煥情生情濟相逢 必主營有沒有 那麼情跟營的關係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順勢而然 只是他們發生在不對的階段 那麼發生在不對的身分上 所以就造成一種那麼讓家族崩潰的 一個重大的危機 那所以他說蔓延不肖接融出 造性開端實在寧 所以你看造性開端 整個的開端就在於不正當的情慾 沒有被禮教 沒有被一個合法合理的一個制度 所承認的這種情慾出軌 他會導致於家族的滅亡的災難 所以就此而言情慾跟死亡的結合 尤其在情可卿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楚 那麼在《紅樓夢》其他的一些例證裡面 我們也還是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餘音不斷的各種小小的那個肩奏跟回憶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尤其最重要最重要 導致大官員的毀滅的 是不是就是秀春囊的出現 以至於秀春囊的入侵大官員 以及他終究暴露出來被發現他的入侵 那麼揭露的當然就是性意識的啟動 而大官員只要一有這個性意識出現 那麼他就會面臨毀滅 因為大官員他是一個樂園 樂園本身只要一有像亞當夏娃似的 那麼吃到的知識的禁果 然後那麼也這個涉及到 性成熟的這個議題的時候 那麼這個樂園就是本質上必然要崩潰 所以果然秀春囊因此也就被夏志欽先生 就是美國的一個很知名的漢學家 他乾脆把這個秀春囊就比喻為 那麼侵入到伊甸園誘惑夏娃的那一條蛇 因為那條蛇的入侵 某個意義來講就啟動了後來 一系列的失樂園的崩潰 那所以我想這個秀春囊果然 也確實帶有這樣的涵義 假設我們把這些相關的這些情節 都聯繫在一起的話 那麼寶玉為什麼也要經歷性其蒙 就會有一個更深層的意涵 好 所以我想尤其各位更注意到一件事情 寶玉一天到晚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是不是就是女兒要出嫁 然後女兒的出嫁對他來講 簡直是讓他惶惶不可終日 也可以說對他而言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事情 可是這樣的心理背後 是不是也在回應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就是所謂的性成熟會帶來死亡 帶來對於你的幸福的終結的那個不幸 是不是也跟這個也完全可以對應呢 因為女兒一出嫁是不是就是進入到婚姻中 可是進入到婚姻中最重要的 第一天晚上是不是就叫做洞房花竹夜對不對 那這些某個意義來講也開啟了 女兒在婚姻當中的重重磨難 那麼甚至於導致於他們從 那麼光彩輝煌的無價寶珠變成了死珠 然後再變成了魚眼鏡的開始 所以你們都可以發現一系列 女兒從性到不性的那個轉捏點 是不是也是跟性有關 只是這個性是在跟那個婚姻結合在一起 好啦 所以呢 所以女兒出嫁那麼基本上呢 就是顯現出與婚姻俱來的一個童真的喪失 那麼也註定會使女兒呢 踏入了女人的那個充滿磨難的一個悲劇世界 好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從女兒變成女人不也是跟這個有關嗎 所以你看喔 我想這個匈牙利的這位學者 他所提到的這個認識很可以給我們參考 了解到說為什麼性啟蒙在保育身上 會被特別凸顯出來成為他成長的第一步 因為成長事實上不也就是幻滅的開始嗎 成長就是要認識到人世間的很多虛妄 那麼很多的這個痛苦 你不再是那個無憂無慮的這個兒童 也因此你也就要進入到一個 完全不同的成長階段 好 所以我想這個性啟蒙作為保育的 這一個成長的第一步是大有深意寒淹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所以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基本上來講這一場性啟蒙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展現出他的性成熟 雖然這使保育的繼承人的資格 獲得很堅強的保證 那麼也讓他成為一個所謂象徵意義上的父親 而擁有享受溫柔鄉的權利 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從負面的 那麼讓保育進入到一個成人的世界 所以他也就脫離了真正無邪的童年樂園 那麼也就要開始承擔成人的艱鉅 然後你也要開始面臨幻滅的痛苦 那麼保育就是已經從性啟蒙之後 就進入到這一種成人時期的準備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所隱含的認知邏輯 就是說原來情慾聲色對榮寧二宮來講 可以提供緊急吃丸的作用 那什麼就叫什麼叫做吃丸呢 要警醒他不要沉溺在吃丸裡的那個吃丸 究竟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兒童式的無知無視 所以讓他領略到世間的真相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跟亞當蝦王那個故事 所衍生出來的那個道理 又可以互相竊合 換言之性成熟就宣告了童年原始仆真的死亡 所以保育首先要成長的第一步 就在這裡可以看到他的意義 好 那麼但是當然不只如此而已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下保育的第二次的啟蒙 那麼是很有意思的是所謂的心靈上面 思想上面的一個重大的一個跳躍式的進展 那麼就此來說 我們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那麼在剛剛所提到的 有關亞當夏娃成長故事當中 那麼與性密切相關的 所謂的對知識的首次有意識的體驗 主要是表現在保育性啟蒙之後的 接下來的那三次的啟蒙經驗 那麼那三次才真正是在他的意識層次上面 那麼價值觀的改變 不像性啟蒙基本上都是帶有象徵意義的 還不是那麼那樣明確被他自己 以及甚至也不被讀者所意識 是研究者幫助我們去發現其中所隱含的這個道理 然而接下來的那三次啟蒙的體驗 都是保育在自覺的層次底下 去進行的一個嶄新的認識 那麼這三次的嶄新認識 都對保育的性格跟他的價值觀 帶來本質性的變化 然後一步一步你可以看到 保育就是走向成人的那個方向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這三次的這個價值觀的改變而言 大家會發現這一次他的這個啟物導師 已經又換人來擔任 那剛剛的那個性啟蒙的啟物導師是誰 這個就要小心喔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我們回來不做一點補充好了 因為對於啟物導師 我們一直沒有給他應有的地位 我們現在稍微談一下 這個人物請你們要注意喔 老實說我自己也都還沒有我認為非常完善的解釋 但是我現在可以先把我在 還在為難的一些想法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麼請各位翻到94頁 就是第五回的最後 保育要夢醒之前的壓軸 就是所謂的兼美 那麼帶給保育的一個這個所謂的雲雨之術 那麼請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們還是先注意一下93頁好了 這個女性很特別很特別 她不是普通的仙女 請你們注意一下在93頁的那個中間有提到 那麼當保育看了那麼多的叛詞啊 那些都以微露天機的那些語言 但是她都還不能領悟 所以景患就退而求其次 採取一個一般人都比較能夠 直接感應到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聲色隱傳 那麼其中有關色的部分請看 那麼這個房間裡面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艷妩媚有似乎寶釵 風流鳥挪則幼如待遇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而剛剛好這個女孩子叫什麼名字呢 請你們看94頁 這個景患說第四行 她說我要將無媚一人乳名兼美 自可欽者許配於乳 就讓你呢這個澄清 然後就是你看嘛澄清嘛 澄清就是一個那個 洞房花竹葉的一個隱晦的說法 好 然後呢你會發現 那麼希望啊 景患希望寶玉從此之後呢 就要萬萬解釋改悟前情 然後留意於孔夢之間 尾聲於經濟之道 這個解釋的意思不是今天的那個 什麼explain的那個解釋 這個解釋就是解放釋放 就是放開一切 就是殺手 然後領略到人世的空患 然後不再執著 萬般放下的那個意思 那總而言之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這位姦美很特別 她的名字呢叫做姦美 我們先看這個姦美 姦誰之美非常明確 從前後她的這個形象的描繪 這個姦美很明顯是姦哪 哪兩者之美 寶釵跟黛玉 好 那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那麼這兩者之美 那麼榮於一身 某個意義來講 她幾乎呢 就是最完美的女性的一個典範 那麼可是各位都知道 寶釵跟黛玉根本上 個性上是很不一樣的 這兩者呢各有千秋 那麼各善其常 那麼也可以分庭抗禮的 可是你要把它榮於一身 如何可能 老實說這個姦美 真的是一個矛盾統一的 一個滿不可思議的一個體現 那我只能夠告訴你們說 原來在我們人世間 充滿分書差別的 這一種認知結構底下 所不能夠理解的這種矛盾統一 因此他只能夠在仙界完成 只有在仙界才能完成 這兩者之間的姦美 那另外一點我們也要 所以到了現實世界 寶釵是寶釵 黛玉是黛玉 他們兩者事實上各有鮮明的特色 那如何榮為一身 那說實在的 我們只能夠在神仙世界 那個不可思議的形上超越界 才能夠看到這麼樣一個 獨特的矛盾的這樣的一個結合 那另外一點我還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位姦美的這個存在 事實上也是一種象徵性的價值觀 《紅樓夢》裡面 我發現到好多的地方 包括大觀園裡面 宜弘院的若干設計 還有包括其他人物的 某些性格改變的趨向等等等等 他們其實都在趨近於或再現 姦美的理想 甚至於賈寶玉對於女性的那個 理想的這個最完美的那個 一個這個極致 也就是姦美的體現 那這個以後我們隨著相關的主題單元 如果有遇到的話會再提醒大家 所以這個姦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請你們就要注意既然是姦美 那就表示說寶釵跟黛玉是不是都很美 而不是說像我們一般讀者所喜歡 什麼這個褒貶 對這些人物進行褒貶 然後誤以為曹雪形是透過賈寶玉 在宣揚某一種單一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還在用這樣的一個想法 來看《紅樓夢》的話 你會忽略掉裡面的所飽含的 很多複雜辯證的道理 其實寶釵跟黛玉是一樣的美 而且這兩者的美呢 是可以各有千秋的 那這是其中我想跟你們談的 那第二個就非常麻煩的是說 他字是什麼 可青 那這個可青就導致很多的問題 那就這個問題我沒有很好的解釋 可是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他雖然字可青 然而他跟現實世界的那個秦可青 不可以等同為一 他們還是兩種不同的存在 那尤其各位你們注意到 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在94頁的最後面 當寶玉在這個夢境當中 靜想溫柔香的遺泥 而終究還是要在噩夢當中 醒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大喊可青救我有沒有 所以下面我們就要開始 從仙界過渡到現實世界了 請看最後一段 卻說情勢正在房外 嘱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的打架 呼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 就納悶說我的小名這裡從沒人知道的 他如何得知在夢裡叫出來 那麼這一段話很有趣 我想我們首先還是要呼應到 寶玉進入到可青房中 入夢前的那一個小段的情節 來 請看一下就在 就在那個第83頁 來 請看83頁 就是前面這一段的最後那一句 我們寶玉進了秦可青的房間 然後你就有四個丫鬟的作伴 然後打發他陪伴他入睡 那麼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好生在狼眼下 看著貓兒狗來打架 有沒有注意到 原來寶玉入睡前跟夢醒後 我們秦可青都還在做同樣一件事情 好 那這如何可能 當然可能 所以為什麼要設計夢境的原因在於這裡 因為夢有非常獨特的性質 所以你們會發現 我們中國傳統的悟道小說 從這個六朝開始到唐傳奇 這些悟道小說基本上都是透過夢境 作為媒介 有沒有 從那個陽陵的故事 然後再來整宗記 有沒有 再來南科太守傳 再來櫻桃青衣 那是第三部的唐傳奇悟道小說 你會發現這四部最著名的 也可以說是悟道這個模式 奠定成熟的這些作品裡面 一概都是用夢作為起悟的這個媒介 那為什麼 那麼因為夢有很多的重要的特色 我們現在要講 在講我們今天這個專題會講不完 所以我們只好先割捨 總之就是告訴各位 夢境的特別就在於 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發生 可是裡面是不是就可以讓你歷經一生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可以濃縮很多的東西進去 這是夢的一個濃縮的作用 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裡面 對於夢的那個機制 那個形成的那個mechanism 其實也就提出它重要的一個機制 它的一個製造的手法就是濃縮 所以也因為這樣夢可以很短暫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說 我們已經從保育從這個83頁 到94頁經歷那麼多了 結果秦可欣還在嘱咐貓兒狗 看著他們不要讓他們打架 所以你就會發現原來夢有這樣的特徵 那麼也因為如此 所以第二個要讓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說 所以這個秦可欣一直都在戶外 他甚至跟寶玉是兩不相設的 只是在名稱上面 他跟他夢中的這個性啟蒙的導師 恰好同名 那這中間當然有象徵意義 可是這個象徵意義 到底該怎麼解釋 我覺得我還沒有能力 做我認為比較滿意的一個解釋 所以我就寧可存而不論 但是我們必須還是一定要各位 記得一件事情 在思考這個景幻之魅可欣 跟現實世界秦可欣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他們不是統一的角色 那他們之間當然可以有別的象徵性的關聯 但是不能夠把他直接等同為一 這是我希望你們在想他們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點 那所以這個兼美各位也不要忘記 他是兼寶釵跟待遇之美 你如果要把他跟現實世界的 秦可欣等同的話 那會有衍生出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個很麻煩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就在此暫且不表 我們等到日後有比較成熟的看法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性啟蒙的導師 那接下來寶玉要進入到心靈層次上面 價值觀上面的一個飛躍性進展的幾個歷程 而分別由不同的人來擔任他的起務導師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那個第22回 那麼這第22回其實非常的重要 他有很多東西可以談 那我其實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們時間怕不夠 所以我簡單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這一段是寶釵生日 然後在生日的這個場合上面 你們要注意一下 在那個清代的那個王府的生活裡面 過生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通常正生日他們就是要演戲的 那所以這邊都完全符合那一種上流社會的習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在第幾頁 好 那麼就是寶釵生日演戲 在這個是從340頁開始到340 一直到345頁囉 好 那當然中間的重點是在341頁 好 我們先看341頁好了 就是整個過程我們就只好跳躍式的看一下 那麼請看中間這一段 那前面大家又吃吃飯飯啦 點戲啦 大概這個過程的交代 重點在下面 到了上九席的時候 這個賈母又命寶釵點戲 那這個我們之前看過了 他點的是魯之聲罪鬧舞台山 那請各位注意下面寶玉的反應 寶玉呢就從這個劇目的 這個命名上面呢望聞生意 你看嘛 又醉又鬧 這大概實在是滿惡俗不堪喔 所以他就想當然然而的回應說 只好點這些戲 有沒有 這個語氣就代表已經是對於寶釵的 趣味的一種譏諷了 對不對 你都只點這種戲 品味不高 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寶釵就做了一個說明啊 他說你白聽了這幾年的戲 哪裡知道這齣戲的好處 排場又好 慈藻更妙 那這個排場是現場演出那些裸骨啊 那些各種這個聲音 那麼以及整個那個肢體表演的 那個叫排場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現在講的重點 重點是慈藻更妙 所以你看喔 他認為比排場更出色的 更重要的是慈藻 那慈藻就是他的唱詞喔 那到底妙在哪裡呢 那當然現在還沒有來得及講 那寶玉呢還是很執拗的 還是一以貫之的說 我從來怕這些熱鬧 所以對他來講這種熱鬧就是很世俗啦 那就會很不堪啦 所以寶釵呢在他的再度質疑中呢 他就進一步做了一個說明喔 他說要說這一齣戲熱鬧呢 你還算不知戲呢 你過來我告訴你 這一齣戲到底熱不熱鬧 它是一套北典降醇 鋼腔頓挫 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 可是請你們注意 他說的是慈藻更妙啊 那個慈藻更妙呢 體現在下面的這一卻寄生草 他說呢 這一卻寄生草是一枝寄生草 甜得極妙 你何成知道 好 那所以講到這裡呢 寶玉就心動了對不對 他一再的反駁 一再的被人家駁回 然後他也發生了興趣 所以呢 他見說得這般好 就湊進來央告說 那好姐姐你念我 念與我聽聽 那寶釵就念了 這一段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的慈藻的妙 到底妙在哪裡 他說慢問英雄類 相離處世家 謝慈悲剃度在連台下 眉緣法轉眼分離詐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哪裡討煙縮雨粒卷單行 一任安忙邪破波隨緣化 那各位我們都受過一點點詩詞的一些教育 你們可以用過去所背誦過的詩詞 來稍微參照一下 你覺得他的妙是妙在哪裡 妙在他的審美性上面嗎 是在他的那個可以說是從藝術的美感上面去感受到他的妙處 還是在從另外一種是思想上面的妙處來比較是他的重點 比較是思想對不對 老實說他的詩草有一點俗啦 什麼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有沒有 滿像元曲的那種白話比較那個 所以我想寶釵這裡所極力稱讚的甜的更妙 所謂甜的極妙 主要就是在這一支寄生巢裡面 所體現出來的某一種幻滅美學 那這個幻滅美學是我杜轉的 就是說你領略到一種無常 這種無常讓人從一種執著 從一種繁雜當中脫離出來 進入到一種空靈的一種擴廊的境界 滿為妙的 曠野會帶給我們一種悲涼 可是也可以帶給我們一種心靈的潔淨 所以我想這邊所謂的妙 是在於思想意境上面的一種幻滅的美感 那就在這樣的一卻詞才唸完之後 請各位注意一下寶玉的反應 寶玉聽了喜得拍膝畫圈稱賞不已 那麼幼戰寶釵無所不知 那你們要注意到拍膝畫圈 這個動作在腦海裡面稍微勾勒一下 我總覺得有點像大猩猩 很快樂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我們看過一些紀錄片嘛 那當然這是我們開玩笑了 不過你可想而知顯然對寶玉而言 他的心靈震撼已經到了非常徹底的地步 所以由內而外 那麼形成了一種肢體語言 那這就表示說他那個震撼力 是直透內心 那麼除了讚美寶釵的無所不知之外呢 我想絕對還在於他心靈上呢 所受到的某一種起霧的亮光的一種 這個普照而感應到一種光明的那一種欣喜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林大玉的反應這太有趣了 林大玉呢就看不下去了對不對 他就說安靜看戲吧 還沒唱山門你到裝瘋了有沒有 所有的大家就笑了 我覺得林大玉的反應 我努力的揣摩過很久 剛開始我們都會覺得 反正林大玉本來就很會吃醋嘛 對不對 反正只要是寶玉對於他的假想敵 薛寶釵有任何讚美 他一定就會出來 然後就開始免酸潑醋一下對不對 但是我總覺得這一段林大玉的反應不只如此 我覺得他來打斷寶玉這樣的一個強烈震撼 乃至於行諸肢體語言的反應呢 他的內在恐怕隱隱然也感覺到一種恐懼 感覺到一種威脅 怎麼說呢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事實上在這一段話裡面 你會發現很有趣的是寶玉跟寶釵 他們本來是人生異趣有著重大分歧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寶玉一開始對於寶釵的審美品味 根本就是抱持著反對否定 甚至是譏諷的那個態度 但是當他念完寄生草之後呢 你會發現兩個人之間在生命歸屈 以及審美異趣的層面上面呢 竟然發生了空前絕後 絕無僅有的一次全然的契合 寶釵竟然在黛玉都沒有觸及到的 那個心靈深處 給了寶玉這麼強烈的心靈震撼 你想想看 這麼敏感的黛玉他沒有感受到嗎 本來是兩條搖搖對望的 有沒有對望不知道 兩條搖搖對望的平行線 竟然就在這一個突如其來的一個契機裡 發生了交會 而且這個交會是不是還擦撞出燦爛的光亮 有沒有 所以這個光亮是照亮的寶玉 在內心當中從來沒有意識到的 一種思想的角落 那你就可想而知 我覺得寶玉在這裡 黛玉在這裡可能也感受到一種驚慌 為什麼我作為寶玉的知己 我們青梅竹馬成為靈魂的伴侶 可是他從來沒有涉足到的 這個寶玉的這個心靈範疇 如今卻被寶釵所開啟 而且兩個人之間真的是互惠 然後發出光亮 我想這個恐怕林黛玉是察覺到 這中間的若干的這個一種恐懼感 因為這不是他探觸過的寶玉的心靈的一角 但是卻被寶釵開啟了門飛 你想想看這樣的一個思想交會 再繼續走下去 這兩個人可能就會在黛玉所看不到的地方 就發生重疊 那所以我想林黛玉的這一個反應 有點像吃醋 可是我感覺到好像不只如此而已 所以下面我才會提醒大家 這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我們寶釵在後面有一段發展當中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寶玉之所以會有物殘疾的這個舉動 就是從他的那一支曲子引出來的 這段話是在第345頁 所以很明顯連寶釵都知道 寶玉接下來的那一段 什麼你證我證心證意證 什麼五五而之類的 都是因為那一支寄生草 所引發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這中間因果關係 是很清楚的 那所以呢 來我們請看一下345頁中間這一段 那麼寶玉因為中間又發生了一些紛爭 來我們先把這個中間的過程非常瑣碎 但是中間有一個裡路井然的這個脈絡 首先就是我們寶釵說戲 當然最重要的是引出寄生草 接下來呢發生了我們實在是不想再多說的一個兒女紛爭 這些人實在是連這種事情都可以吵 我覺得也實在是太閒的啦 好再來呢 才是寶玉從這些兒女紛爭當中呢 發生了這個參禪的這個最後的一個心靈的回憶 那就在這個寶玉參禪的結果呢 就寫下了這些好像是誤道的這個言論 那請各位看345頁的中間 那看完了又看這個寄語 然後呢這個寶釵就說啊 這個人誤了 好這個誤當然就是誤道的誤 他說都是我的不是 都是我昨而一支曲子惹出來的 注意喔 這些道書禪跡罪能遺棄 名而認真說起這些風話來存了這個意思 都是從我這一支曲子上來 我成了個罪魁了 所以你們都會注意到 這段話很清楚 表明寶玉的這個思想啟蒙 就是由寶釵來擔任 當然是主要是那一支寄生草 那所以呢 我們來接下去看一下 那麼這個寶釵呢 就把那些寄句就撕了個粉碎 然後就叫丫頭們把他燒了 請注意喔 黛玉說不該撕等我問他 你們跟我來包管 叫他收了這個痴心寫話 好 這段話其實很重要 我們是不是等一下再說好了 因為我知道我拼命的趕 但是呢 還沒有辦法儘快的把他結束 所以我們還是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 接下去再把這段話提醒 請各位呢注意一下喔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小地方呢 是在於當寶玉勿纏機之後喔 那麼寶釵跟黛玉的反應 其實是非常一致耶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345頁喔 那麼當這個寶釵看了這一段這個 所謂的這個也是一段 類似寄生草的這種寫法的時候呢 他竟然說他這些東西是風化 然後呢他會自責為罪魁 然後說這些道書禪跡喔 那麼罪能疑性 疑性就是改變你的個性嘛 然後所以說他是風化 最好玩的是呢請你們注意喔 林黛玉也認為這些所謂道書禪跡的 那個話頭也算是痴心邪化 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在這裡很有趣的是說 寶釵在莫名之中突然呢 就擔任了這個寶玉的一個思想啟蒙導師 可是事後呢卻又深深自責喔 然後又回歸到他原來的那個儒家性格 你們知道儒家性格基本上 是不是就是肯定這個世界的真實性對不對 然後呢要把自我的價值安頓在這個現世 所以是所謂的俗世上的 所以呢他們因此呢 又以這樣的一個統一陣營的姿態 然後呢來對道書疾風的那一種幻滅美學 做了一種這個貶抑喔 所以呢某個意義來講 你們注意一下 林黛玉在這個意義上 他實際上呢跟薛寶釵是同道的喔 那林黛玉基本上呢 始終是不是都沒有誤過道對不對 這也不是他那個性格當中存在的一個面向 所以雖然請注意 雖然345頁後面呢 他們在彼此的那個對話劫難之中 有引述到非常有名的那個什麼慧能啊 那麼以及那個神秀的那個話頭 但是不要忘記那個基本上呢 只是一種有一種聰明人 然後呢對於語言文字 對於思想的那一種一種術語的運用 所以他基本上呢是一個聰明的表現 但是不是智慧的反義 瞭解嗎 聰明跟智慧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雖然後面可以用這些 道書殘跡的那個話頭呢 那麼辯駁的寶玉無言以對 那麼可是實際上他們自己 並沒有真正的誤道 所以346頁寶玉最後的一段話很重要 來請你們看一下喔 就在那個第6行呢 寶玉忽然被黛玉一問 他就不能回答了 然後呢寶釵又比出這個語錄來 請注意喔下面說 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 這個都不是他們原來所感興趣的 也不是他們所擅長的 也不是他們個性當中呢 最重要的一個面向 然後呢自己想了一想 原來注意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 顯然他們都很聰明 比寶玉呢更早領悟到這些道理 但是一直都沒有解悟 所以要注意你會 你讀得懂這些禪中語錄 不代表你真的就大徹大悟 這完原是不同的層次 所以寶玉說得很清楚 他們事實上並沒有解悟 那我們作為讀者看完的全書 是不是也發現 他們兩個人始終到最後 也都沒有解悟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才會說 和尚的這個的度化 在女性身上是不是都是全數失敗 有沒有 所以這是可以互相呼應的 那所以寶玉在這個時候 不要忘記這不過是兒女 小小紛爭之間的一種 大海上的一朵小浪花 這一朵浪花激發出來了 但是很快又歸於瓶頸 所以呢寶玉就說那算了啦 我如今何必自尋煩惱 所以呢 結果呢他當然就也就把這件事情呢 就放到一邊 所以他對他們說 哎呀誰又參禪 不過一時王話罷了 那麼說著呢 四人仁富如舊 什麼叫仁富如舊 就是還是照舊一樣 所以還是回歸到日常的這個重軌上 也不再觸及到一個呢 日常世俗之外的那個超越界 那個幻滅的那個無常的世界去 就是那個永恆啦 對照於世俗的無常 那個永恆又對人世來講 是幻滅的那個世界 好啦 所以呢某個意義來講 這真的是他們日常生活海洋中的 一朵小小浪花突然之間被激發出來 但是呢很快又回歸平靜 然而畢竟在寶玉的內心當中 已經埋下了一個種子 這個種子呢 只等到日後的姻緣際會 他就會萌芽 而且甚至會茁壯 然後會開花結果 那既然到結果 那隻寶玉呢 要在懸崖殺手的時刻 就已經降臨 那麼只是說這一段情節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寶玉固然是經歷了 這個初四思想的啟蒙 他終於領悟到 什麼叫做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 那個幻滅的意境 那麼對他造成一種 心向往之的某一種 一種引物 但是呢 但是我覺得寶釵是更可以 被注意到的一個人物 這一段情節呢 讓我赫然發現 寶釵的性格層次豐富 甚至是深不可測 怎麼說呢 有學者認為 整部《紅樓夢》呢 其實有三個人生試點 那麼在交錯進行 甚至同時存在 就是空情色 這不就在第一回就出現了嗎 什麼傳情入色 陰色觀空什麼之類的 所以空情色是構成全書三個 不同的試點 那當然啦 空就是指這個立足於宗教哲學的 一個形而上的角度 然後展現出對這個世界清醒認識的一種滅情觀 所以才會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嘛 那麼這當然主要是由一生一道作為代表 後來他杜托的對象 包括曾世穎 也都進入到這一個以空 作為主要認識角度的那個代表人物的行列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呢 一般被認為很務實性的 很這個世俗取向的薛寶釵 他事實上也具有這樣的一個精神素質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點 怎麼說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當大家覺得這一齣戲都是熱鬧戲的時候 只有他能夠在熱鬧中看見虛無 能夠在繁華中看到空患 這事實上就是一種誤道者所特有的比赴 所以你如果能夠在眾人當中感覺到孤獨 然後感覺到原來孤獨是一個人的狂歡 你如果有這種體會的話 那你就有一點誤道的這種可能性 因為有這種素質的人其實並不多 我們大多數人就是活在所謂的情跟色的這個世界 色用的是如果是佛教的觀念 你們知道什麼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 那個色就是現象界的一切 包括你現在聽到我的聲音都是色中的 所以這個是空患的 知道嗎 所以聽過就算了 好 總而言之 沒有 事是如此 人生真的很短暫 而且事實上是真的很空患啦 好啦 總而言之 那所以我希望你們注意到的一點是說 從這些細節的描述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是展演出 我們恐怕原先在簡化的這一個成見中 所看不到的那個層次 那麼換而言之 寶釵其實是具有一種誤道者的秉賦 所以也才能夠擔當的起 寶玉的一個出自思想的啟蒙者 那就此而言 雖然寶釵很快又回到一個 他本來最主流 也可以說是幾乎是構成他全部世界的那個價值觀 然而不要忘記 這個人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深刻的面向 這種人才會豐富 然後也才會真正的擔當的起 這個世界的某一個支撐點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好啦 這個事我想簡單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領悟 終究到最後會成為寶玉最終的一個人生價值觀 而也終究讓這個故事走向一個所謂空結情色的空的結局 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從展演全書的格局 可以看到這個第二十二回所種下的種子 最後會如何的那麼開支展業而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主要的畫面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是我們寶玉的第二次的思想啟蒙 那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第三次更有意思了 這個就是發生在第36回的所謂的情緣糞定觀 那我們請大家翻到第36回滿有意思的 就是這個是我們書中很重要 但是出現次數不多的靈觀來擔任這個啟蒙者的角色 而且是無意中帶給寶玉一個重大的一個觀念的改變 那麼這個是在請你們先看一下第552頁 好 從第552頁開始 那這一段話是這樣子的 請大家先注意整個過程的描述 首先就是他自己看書覺得不是那麼的生動 所以你們要注意囉 所以戲曲跟小說真的是不一樣的一個美學範疇 那他們之間會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以後有這個主題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那麼請大家看一下就在倒數第5行 他就想要去找那個唱得最好的靈觀來唱給他聽 所以戲曲本身基本上就是耳目之魚啦 耳之所聽跟眼之所視 這個是他們最重要的一個審美的來源 所以演員要講究身段 然後要講究唱腔 然後要講究排場 那個是戲劇所側重的一個審美的重心 那所以當寶玉來到這個離鄉院 然後就要找那個靈觀 那他注意喔 從小到大是人中龍鳳眾人捧在手巾上面去 呵護甚至去討好的一個對象 所以他素日就是跟這個女孩們之間是玩慣了 那結果沒想到靈觀的反應 跟他以前所習慣的完全不一樣 靈觀獨自倒在枕上 見他進來是聞風不動 你們想想看如果換作別的女孩子呢 是不是就立刻起身招呼他了 甚至這就好好的這個伺候他了 結果沒想到這個人理他都不理 那更進一步是 那麼他寶玉以為靈觀也跟別人一樣啊 所以他就直接走到他的身邊坐下 寶玉是不是跟女孩子間是沒有距離的 你們還記得吧 他會猴在王熙鳳身上 那個猴字要當動詞 非常的生動 手腳簡直就纏住人家這樣子 猴在王熙鳳身上 他是不是也曾經摩縮暈泱的脖子 然後覺得他的白膩不在息人之下 有沒有 然後他還會吃人嘴上的菸汁 還記得吧 那種種行跡真的就是絲無邪 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還沒有什麼性別概念 所以也沒有這種男女之別 所以他真的還在一個兒童式的那一種純真 然後真僕的那個世界裡面 那所以他對別的女孩子 他也就很自然的想當然而覺得 大家都是這樣子 因為世界本來就是以我為中心 是以這種水乳交融完全人我不分的狀況 所以他就想當然而的 也就這樣坐在那個靈觀的身邊 然後就陪孝夭他起來唱鳥琴絲一套 這個註解你們後面自己看 總而言之 那麼讓他呢 某個意義來講 當頭棒喝的一個反應是 不想靈觀見他坐下 忙抬身起來躲避 正色說 賞之亞了 情兒娘娘傳我們進去 我還沒有唱呢 是不是就給了一個 寶玉真正的硬釘子來碰 而且整個的肢體語言 是不是表現出對寶玉的嫌悟對不對 覺得你好髒 幹嘛接近我 趕快起來就躲避他 那所以你們看一下 寶玉當然也藉這個過程就是認出 他就是在牆圍花下面畫牆的那一個 那麼又見如此景況 注意喔 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氣厭 他沒有被人家討厭過你知道嗎 這個孩子真的是滿自我中心的 從小就覺得整個的宇宙繁星 都是圍繞著我而轉對不對 所以從來沒有想過 我是會被這個銀河給驅逐出境的一個棄兒 所以這時候他真的是冷暖自知 然後點滴對他來講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所以自己就善善的紅了臉 那只得出來我們幾曾看過 寶玉如喪家之犬般如此落魄 所以下面的那一串過程 你們就自己看吧 那麼一直到554頁 那麼詳細的過程請自己看 那麼寶玉見證了這一段過程 才終於發現林冠是不是對他如此之厭棄 是出自於他的情有獨鍾 可是這個情有獨鍾的對象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為別人的情有獨鍾以往是不是都是寶玉 浮湊到寶玉身上 他是所有女孩子們的中心 所有人都愛他疼他 以他作為這個核心來運作的 可是沒想到這個林冠真的 在他的世界觀裡面著下了一個裂縫 讓他清楚的知道 他既有的那個世界觀 會面臨崩潰的一個缺口出現 這個缺口是原來世界不是環繞他而轉 這個林冠的情有獨鍾 是不是就是他在牆圍下花下面畫牆的 紫色的那個假牆有沒有 那麼就此而言呢 真的喔 這件事情對我們寶玉的打擊很大 請各位看554頁 好 第二段 寶玉一心的財朵盤算 你看他的心開始活躍起來 開始去認識到一個 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經驗 其中所隱含的意義 所以他痴痴的回到這個怡紅院中 然後一進來就和習人常探說 我昨日的 昨晚上的話竟錯了 怪到老爺說我是管虧離色 昨夜為什麼呢 昨夜說什麼呢 昨夜說你們的眼淚擔葬我 這就錯了 我竟不能全得了 從此後呢 只是個人各得眼淚罷了 你們知道這段話代表什麼意義呢 原來前天晚上寶玉的心願是什麼 來 請看一下552頁 他從來的心願都是一個很獨特的死亡方式 這不是他想死 請各位注意 552頁這邊 其實這是寶玉第二次說出類似的願望 那個願望是什麼呢 好奇怪喔 滿反常道的一種方式 請看第四行 他說啊 我這時如果有造化 該死於此時的 那麼趁你們在我就死了 那麼再能夠你們忽我的眼淚流成大河 把我的屍首飄起來 送到那鴨雀不到的優僻之處隨風化了 自此再不要脫身為人 就是我死的得失了 有沒有注意到寶玉的死 並不是他厭棄這個世界 也不是他對這個世界失望 然後呢的一種逃避方式 不是 他的死是有條件的 這個死對他來講就是他人生最完美的 一種結束的方式 那條件是什麼 你們都在 而且你們的眼淚只埋葬我 對不對 也就是你們的情 你們的生命的價值都以我為中心 我要全部得到你們的愛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的死是不是就在最完美中落幕 於是我的人生就最為圓滿 有沒有注意到他的意義 那麼就此來講 我先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這種死法最早的一個出現是在第19回 然後第36回是第二次 請你們回去自己再參照 第57回還有第71回都有類似的說法 第71回沒那麼樣的清楚 可是大約是這樣的延續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最好玩的是第100回再度出現過 那簡單說這幾回所出現的方式 就是特屬於寶玉的一種最理想的人生 終結的方式叫做化灰化煙的死法 好 那請你們注意 這個死法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仔細推敲你會發現 這不是他對於人事的否定 也不是對於生命的這一種失望跟厭惡 而採取的一種消極那麼悲觀的一種逃避的表示 不是 剛好相反 我覺得余英時先生說得非常對 他發現這一種化灰化煙的死法呢 其實就是一種樂園的永恆化的表示 非常有趣 就是說顯然對這個寶玉而言 我的樂園就是所有人都愛我 然後我就在這樣的一個 全世界都以我為中心的情況底下死去 那我是不是就是永永遠遠 擁有這個全世界 好 所以這個樂園在我死後還依然存在 那對一個人來講 這個樂園就是永恆的存在了嘛 對不對 因為人的一生終極就是一生 那能夠終極一生都維持了那個樂園 那樂園對這個個體來講 就是一個永恆的存在 所以這是一個樂園的永恆化的 一個另類的表示 那麼我們發現說 第100回竟然也有這麼一段回應 所以我會覺得說敘述是一個很特別的 可以值得再去這個研究的問題 我不認為敘述是沒有曹雪芹的底稿 沒有曹雪芹的影響底下的一個妄自傳述 不是 他應該是有延續到前面的很多的東西 那麼以這個而言正是如此 我想我這邊竟然沒有引到 你們回去自己看第100回好了 那一回是講到說探村要遠駕 結果寶釵跟席人在那邊談到這件事情 寶玉在裡面聽到呢 就哎呀一聲就哭倒在床上 那就把他嚇了一跳 然後就進來看他 然後就說就問他為什麼哭 他說因為他覺得為什麼要散得這麼早 等我化成了灰大家再走還不遲呀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化灰化煙的死法 一直延續到他都已經作為人家的丈夫 還依然為師 你看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人 很獨特的一個人 好 所以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樂園的永恆化的另類表達 可是卻在靈觀的這個例子上面 突然發生了缺口 怎麼說呢 你可以注意到這個554頁 好 我們再回來看這一段 原來寶玉是想要在情的世界裡面追求全備 那麼無形當中就是把自己作為這個世界的中心 因此我們在講義裡面有提到 在靈觀的這個化牆的這個例證上面呢 他基本上呈現出來的一個貪心是在於 他要在廣度上極力追求情的全備皆有 結果他突然發現靈觀不屬於他的這個樂園的一員 那他這個世界是不是就有了缺憾 好 所以他對習人所說的那個感應 就要注意我盡不能全得了對不對 然後說從此之後 我們就每個人只有自己一個人 孤獨的道路可以走 我們不可能永遠攜手相伴 所以請看下面寶玉呢 他默默不回憶這個習人的話 自此生物人生情緣各有分定 只是美美暗傷 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 要注意到了 所以顯然他突然真正的認識到說 原來人的存在是一個孤獨的本質 好 那麼世事無常 你現在以為守在你身邊的人將來安在哉 那麼將來葬我灑淚的會是誰呢 不會是你眼前所習慣所認定的這些人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寶玉從一個所謂幼兒的自我中心 進入到一個成人式的孤獨的感受了 這是他另外一個意義的成長 那麼所以我們請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那麼事實上這個清末的評點家 已經注意到了 從寶玉的人生遭遇而言 寶玉過離鄉月 好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靈觀畫牆的這一段 那麼以及他被靈觀厭棄的這一段 那麼他遭到靈觀的白眼之看 這個跟林黛玉在龍翠安 受到妙遇俗人之孝 都是他平生唯一一次的經歷 可是一個有靈性的人 這樣的一次的經歷 就可以讓他推進到 對人生更本質性的認識 就是因為他這麼唯一一次的經驗 讓他透過被人家厭棄的這個空前的遭遇 而認識到說原來我現在所具有的 一直以來的 及萬千寵愛在一生的這一種生存狀態 並不是一個常態 也並不是一個可以永遠持續的狀態 然後也從靈觀對賈強的情有獨鍾 而領悟到說原來每一個人其實都有限 每一個人都有份地 就是你只擁有屬於你的那一份 你不要貪心 想要把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你的這個擁有之中 所以他才想到好久以前 老爺也就是他的父親賈政 曾經指責他是管虧離策 你們都還記得是不是在第17回有沒有 就是賈政領著一群人去遊大官員 在各處提名的那個過程 裡面他就有指責寶玉是管虧離策 那顯然寶玉是放在心裡的 所以一旦遇到了一些事件 就突然啟動了他過去所具有的這個概念 而落實成為他非常真切的體悟 對 原來作為一個個人這麼的有限 我們看這個世界永遠就是以離策海 以管虧天 我們只能夠用自己的角度 看到這個世界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從此之後 寶玉他就進入到一個 對人生有限的一個認識裡面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人要成長 必須會經歷過的 那麼所以就此而言 我覺得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美國的一位很優秀的漢學家 他現在在那個Princeton 就是普安迪教授他就有解釋了 他說對的 從管虧離策的這個角度而言 他認為保代二人就是不只保育 那麼事實上早期 前半期的林黛玉也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們都是以自我求全 就認為自己就代表全世界 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中心 他覺得這樣的一個觀念事實上是 中南自安於宇宙之大的 所以我們《紅樓夢》的作者 注意他並不是把賈寶玉當作他的大言人 不是當作他自己的價值觀的傳聲筒 剛好相反 賈寶玉只是他筆下的人物之一 透過這些人物他要傳達的 恐怕不能夠直接跟寶玉本身的價值觀相等同 也就是說賈寶玉的《紅樓夢》不等於曹雪芹的《紅樓夢》 曹雪芹不等於賈寶玉 所以在這一個層次上來理解 普安迪先生才會說《紅樓夢》作者再三表明 如果你把自我的世界誤以為是宇宙整體 那你就是所謂的管窺離策 那這個管窺離策賈政說過 寶玉也加以認可了 終究很深刻地認識到自我的有限性 那當然十九世紀的平典家王熙蓮先生 也曾經用這個成語來表示過 所以總而言之 好 就在這樣的一個遭遇底下 我們寶玉終於呈現出一種 我們作者透過這個情節所要表達的 那麼寶玉也認識到 老實說我們應該要得到一種 超越自我的一種宇宙觀 什麼叫超越自我 就是你先認識到自我的不足 先有自我的不足感 然後你才能夠進入到一種 超越自我的豐富感 好微妙 有一點吊詭 其實不然 你只有認識到自己的有限的時候 你才能夠超越自我 然後你也才能夠得到一個 逐漸往宇宙的豐富去逼近的那一種廣大 那麼所以我們用這個所謂的 超越自我的豐富感 然後也容許自我不足感的存在的 這些專有術語來作為說明 那麼因此我們請各位再往下看一下 那麼這樣的一個經驗呢 老實說在全書當中 我們寶玉點點滴滴 就可以彙整出一個嶄新的認識 那麼這個首先從靈觀帶給他的 那個情緣奮定觀的體悟呢 那麼有學者提出 不至在寶玉激進易於幼兒 那幼兒怎麼樣的心態呢 就是以世界一切皆是為我 就是這種就是用皮亞傑的話來講 就是自我中心觀 那麼兒童的自我中心觀 是皮亞傑的心理學很重要的一個發現 可是人要成長 你因此就不能夠再抱持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靈觀扮演了打破寶玉的這個 幼兒自我中心觀的這個啟蒙的角色 在這樣的一個幼兒的世界觀中著下了裂痕 所以從此之後 我們寶玉就脫離了那個人我不分 而因此世界是我的延伸的這種錯覺當中 終於成長起來 然後認識到自我是一個孤獨的個體 所以我們寶玉他好像一直以來 很像彼得潘一樣拒絕成長的那一種心態 在此就受到一個重擊 他本來是不想長大 不想進入到成人世界對不對 但是呢靈觀告訴他不可以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人終究要跨出幼兒的那個自我中心的世界 然後要進入到成人的孤獨裡面去 好 然後呢不只靈觀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後來我們會發現 《紅樓夢》中環繞著賈寶玉的許多的女性 是不是也都各有各的出路 而都避離了寶玉的這個中心對不對 例如鴛鴦是不是乾脆就 不嫁對不對 那麼雖然假設誤會鴛鴦是想要 異中人士寶玉 結果呢不是好 鴛鴦非常清楚的表明 他根本就不想跟男生發生關係 那麼另外最有趣的是 還有尤三姐有沒有 尤三姐情有獨鍾的是誰 是柳香蓮 最好玩的一個是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那個彩霞 王富仁身邊的得力的丫頭是不是叫彩霞 有的時候又出現叫彩雲 這兩個人名字有時候會混淆 總而言之他情有獨鍾的一個人是 竟然是很猥瑣卑鄙的甲環 這個正名的人真的很特別 叫海盼有足臭之夫 所以情感這種東西 情感這種東西真的是非理性的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 就可以用很多的條件就來推算的 所以我想這些點點滴滴都讓這個寶玉 逐漸的認識到說原來每一個個體 你再優秀 再美好 再豐富 也都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你不能全得這個世界 好啦 所以無論如何 那麼這些接種偏離寶玉的女子 都一步一步的重創了寶玉的價值觀 讓她陷入不能全得的缺憾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當寶玉開始感受到說 人類存在是以孤獨為本質 而有不知將來藏我灑淚者為誰的 這種荒疾之悲 她其實就已經把之前赤條條來去 無牽掛的那個孤獨意識 那麼進一步的加以落實 加以體認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啟蒙的過程 它其實是一層又一層的深化 然後又一層又一層的逐步達到她的內心 那麼所以用我的話來講 我覺得我杜展一下 這位心靈上從此就進入到異鄉人的這個寶玉 他也就一步一步要變成情感世界的機靈者了 然後在情的全幅版圖逐漸的缺塊 也裂解之後 他最後最後就會走上一條出家的道路 然後徹底投入情的這個徹底的虛空之中 而結束了這個城市的旅程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靈觀的這個所謂的情緣糞定觀 給他帶來的另一個影響 可是當然寶玉還不只如此而已 情畢竟只是你內心的感受 寶玉畢竟還活在人世之間 那麼當我們的情不能夠全服擁有 那麼寶玉呢 那麼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這個情呢 能夠全心執著唯一不二 所以一個是廣度的一個貪求 一個是深度的執著 所以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就在講義的這個第二頁最下面 我們請大家看到寶玉呢 最後的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啟蒙經驗 那就是偶觀燒職 那這個啟蒙我想意義重大 因為他解釋了他跟寶釵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並不是敘述所描寫的那樣 這基本上是讓寶玉很平靜很和諧 在失去待遇的情況底下 能夠迎娶寶釵的一個心理準備 他必須要先在思想上面經過一番調整 然後讓他跟這個社會的這個協調為一 達到一個思想的準備期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段話是說 寶玉他在最後最後徹底投入情的終極虛空之前 當然一方面他在廣度上極力追求情的全盤皆有 發生了崩潰 那麼接下來在偶觀燒職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也會從另外一個角度 在深度上全心執著於情的唯一不二的 這一個層次上面也發生了質變 他也發生了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各位往下看 那麼就此而言他會更進一步的 從兒童自我中心的狀態中解除 也比較以一個成人的成熟的姿態 來進行一種去中心化 達到了人與我 就是我們跟周遭世界的一種觀點的協調 那如何這樣說呢 我們先把這段情節做一個交代 這個事情發生在第58回 我們照著這個順序看 那這段偶觀燒職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我們有時間把它講完 那麼各位你們也知道 偶觀燒職奠記的對象是誰 這段你們要仔細看喔 所以來 我們看912頁 那別的版本的同學 就是第58回的最後一頁 我們簡單說明一下這個故事 那麼就是這個為什麼偶觀在大觀營裡面燒職 就是因為他懷念著他之前的那位情人 那這個情人當然在離原的世界裡面 是同性戀的方式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寶玉呢 因為他很想知道偶觀為什麼乾冒大不偉 在大觀營裡面燒職奠 這個是觸犯禁忌的 所以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 所以寶玉就出面來這個解救了這個偶觀 那偶觀也感謝他 所以才願意把他的這一番底蘊 透過方觀來說明 好 我們看看方觀怎麼說 就在912頁倒數第五行 寶玉也用我們一般人的角度 誤以為說他這個奠祭死去的帝觀 這個念帝 因為全部都是跟那個蓮花的各個部位 有關的命名 他不是說這個是一個很深刻的友誼 也是應該的 但是方觀說哪裡是友誼 他竟是瘋傻的想頭 說他自己是小生 帝觀是小蛋 常做夫妻 雖說是假的 每日那些曲紋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 故此二人就瘋了 雖不作戲 那麼尋常飲食起作 兩個人盡是你恩我愛 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假戲真作 所以就這件事情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要先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不但就這個過程中告訴我們 假戲是可以真作的 請各位看這一回的回幕 就在最左邊 有沒有 我們作者給這一回的回幕是什麼 這裡面有很重要的關鍵語詞 他說性子英 假奉氣虛黃 奉跟黃是不是就是一雄一詞 但是呢 所以雄詞之間就會建立出情感出來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這一男一女上面都加了一個什麼形容詞 虛假 好 所以換句話說 兩假相逢是不是創造出真情 所以什麼叫做真與假 請各位就要注意了 我們閱讀越研究紅龍夢你會發現 對於第一回 是第一回嗎 的那個太虛幻境的門簾叫做假作真實 真意假 有沒有 無微有處有還無 真的只是我們一般人所以為的意思嗎 我記得我做一個很初級的讀者的時候 總是把那個假作真實真意假就理解為說 哎呀 這世界都是以假為真啊 感慨說呢 大家都把真隱藏起來 然後假就這個攻佔這個世界啊 然後如何如何 好像我們都以為真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絕對的唯一的價值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段情節給我一個完全不同的體會 就是說原來假真的可以變成真 真並不是唯一的價值 那真也不一定是來自於真 它可以來自於假 所以真假的辯證根本上恐怕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他沒有反對假 也不一定只遵從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所以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台灣 民間的有一個很有趣的小團體 那是透過那個社會記者的報導 我才知道的 那個小團體是這樣子的 成員是自願加入 然後呢就是成員當然各自有各自的經歷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生過重病 有的人覺得他的生命壓力太沉重 有的人覺得他實在是在這個工作啊 或各方面人生的這個束縛之下 他快要喘不住氣 然後呢他們就組成一個小小的團體 每一週固定聚會 可是你們知道嗎 這個聚會在做什麼呢 好好玩喔 他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就在大家聚會的時候努力的笑 你就努力的笑 不管你是勉強的是假笑還是怎麼樣 你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聚會的這幾個小時之內 你就是努力的笑 結果呢有趣的在這裡 剛開始當然都是有一點就是 強言歡笑嘛對不對 剛開始當然只是為了團體的規章 我們就只好這個勉強來做 可是可是他們說 在這一場聚會的這個快要結束前呢 因為已經笑久了你知道嗎 最後他的笑就是真心的笑 真的覺得很快樂 然後這件事情給我很大的啟發 真的弄假可以成真啊 假戲真的可以真做 假的東西你只要用真成去做 他就會變成真 了解嗎 所以真假的辯證沒有那麼的簡單 所以不要以為假就是不好 真就是絕對的價值 曹雪芹哪有那麼頭腦簡單 以為世間這麼簡單 一刀就可以分為兩半 然後這邊這半就是好 那邊就是惡魔黨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要注意假縫氣虛黃 結果創造出來的是 欠殺窗真情葵吃禮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假縫虛黃之間存在的是真情 而這個真情也不只是說 抗拒一切外在的束縛禮教 就叫做真情 請你們注意原來真情跟吃禮 其實是可以並存的 那什麼叫吃禮 這就是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覺得是曹雪芹對於 《財子佳人》小說所開展的 那一個愛情觀的一種反駁 他根本不認為那樣的真情 叫做真情 因此他非常奇怪的創造出 這一個從來沒有出現過的語彙 叫做吃禮 來告訴我們這個世間複雜辯證 可是可以協調統一的那一種 微妙的圓滿 那所以吃這個字照理來講 我們是不是都接在情上面對不對 表示情感的深刻的執著 然後好 充滿了排他性的 充滿了獨佔性的 好 那麼一種唯一無二的一種堅持 那禮呢好像是一個外在的一種要求 可是為什麼外在跟內在可以統一 為什麼情跟禮可以以如此的方式去呈現 那曹雪芹到底要說什麼 所以我們在下面就要跟各位再做一點說明 那麼在912頁 我們繼續把剛剛打斷的那一番話看完 那兩個人你恩我愛啦 他們真正在情感上面就是實質的夫妻 然後帝觀一死他哭得死去活來 至今不忘 請你們注意這一點 至今不忘 所以美睫燒紙 後來當然啦 因為戲場上面的角色不能夠沒有人來扮演 所以就補了蕊觀 結果大家就覺得奇怪啦 你們怎麼一般的溫柔體貼呢 然後也就覺得你這個人是不是得心氣咎 對不對 有了新人就忘了救人嘛 不然你怎麼跟旭玄的人好成這個樣子 你是不是忘掉救人了 所以也曾質疑過他 有沒有發現我們一般人是不是從外在來判斷 這是一個標準的形式主義者的一個反應 也是我們一般人的常見的那種人性弱點 結果偶觀陣龍發潰 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 請你們注意大道理 這裡有一個大道理是最高的一種認知 他說比如男子喪了妻 或有必當敘懸者 也必要敘懸為世 那麼便注意 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 便是情生意重了 若一位因死的不懸 孤守一世防了大劫 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請你們注意 那個大道理後面又有一些話來回應 是不是叫做大劫 不可以防了大劫 那麼還有一個理字又出現了 換而言之對他來講 這個世界還是有一些超越個人之上的 某一種更高的價值要遵守 那麼只要我們守住一個點 那個點就不至於被這個理所窒息 或者所排擠 那是什麼呢 請你們注意 不要把死的丟過不提 便是情生意重了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他從外在是否敘懸 是不是得了心人的這一個表現 來作為你是不是對於真情的執著的 一個判定標準 從外在轉向了內心 你只問你的心 你的心如果沒有望得救人 你看至今不望美睫燒指 而且歷經的時間的距離 並沒有把這個情淡忘 而能夠回報著同樣的真情 與同樣痛切的這個悲悼之心 你不覺得你的心才真正獲得了判斷真情的定義權 所以就此而言 他覺得你不應該從外表有沒有敘懸 以及有沒有為這個你失去的人而死 來判斷你的真情的程度 注意到了嗎 所以他一直在提醒你 不要從外在來判斷這個人情是不是至情 至情是要由他的心來判斷的 而這個心不要用生跟死 或者是不是有再娶、再續旋、再嫁的 等等這些外在表現來干擾他 所以請你們注意 寶玉在此受到很大的啟發 請看第二行 他聽說的這篇呆話 獨合了他的呆性 不覺又是歡喜 又是悲嘆 又是稱其道絕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強烈的反應 跟他聽了薛寶釵的那個寄生草的反應 幾乎是如出一策對不對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都給了他重大的一個思想 所以簡單的說 簡單的說 于平伯先生也早就已經發現這一點 他覺得我們這位偶官的這番表白 以及他跟另外這兩位戲子之間的關係 用的是一種交互錯綜法 也就是說告訴我們說偶官的意思 是代表了寶玉的意思 那麼這個偶官跟帝官的關係 就是寶貸的關係 然後他跟偶官的關係呢 就是戴玉死後 寶玉跟寶釵的關係 所以我們他認為我們平常總是懷疑 寶玉將來以何等的心情來取寶釵 那取寶釵就叫做得心忘救嗎 就代表對戴玉的背叛嗎 不是 絕對不是 所以作者明白告訴我們說 這個四敘之世是家族的大事 這個叫大道理是大結是禮 那麼這個一定還是要另許 所以只要不要忘記死者 這個就是情生意重 所以就此而言各位有沒有發現 原來如此 那麼偶官他的專情跟敘玉可以兼容並敘 那麼新人跟舊愛之間可以共存無愛 那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婚姻觀 某個意義來講就表現出 自我跟外在的這個倫理世界 事實上是可以兼美的 是可以兼聚的 那麼這也就讓寶玉對於愛情跟婚姻 萬一發生了脫節的這種現實處境之中 他有一個新的認識的觀點 也可以有新的一個對待之道 原來我們對於其真情跟至情的認識 不是在權有跟權無的這個極端當中 進行排他性的選擇 並不是說我只能這樣 我只能為他死 才代表我對他有真情 不是的 所以呢某個意義來講 就對於他所謂的化灰化煙的死法呢 也就有了另外一個新的一個認識 好 所以某個意義來說 我覺得 好 我覺得 那麼他事實上呢 這樣的一個偶觀所體現出來的一個婚姻愛情觀 也就推翻了湯賢祖的至情的定義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頁三 第三頁的講義有提到 湯賢祖標舉出情在而禮亡 他認為情跟禮是不容並存的 他認為呢 我們的情應該要一往而生 生到一個地步是生者可以死死也可以生 那這樣子呢你才叫做至情 但是很明顯偶觀的這個例證 告訴我們說寶玉或者曹雪芹 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情感的認識 事實上是太片面 太偏俠 同時呢恐怕也不免於一種定義上面的獨裁 因為你說你死而不可復生 生而不可予死 這個都不能叫至情 如果這個定義真的存在的話 那我們全世界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人有至情對吧 連湯賢祖自己都沒有至情 因為他並沒有為情而死而復活嘛 他唯一能做到的都是小說中 那個虛構的故事也就是杜麗娘 那這麼一來我想 洪文夢跟才子佳人之間的那個 價值觀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要重新去思考 所以這邊提出了一個新的語詞 叫做吃禮觀 就要注意了這個是對於吃情的反撥 然後讓我們認識到吃情 與這個視禮之間可以並存的 那一種兼美的世界 來 再做一點小小的補充 所謂的吃禮簡單來說 就是情禮兼備 兩盡其道 你在情跟禮的世界裡面 都能夠去盡力而為 這個就是所謂的吃禮 好 那剩下的東西就只好 你們自己讀了啦 好朋友